他是现实中的升级版高玉良 同样做过大学教授 有自己的得意门生 认知过各地区的一把手 不同的是 他的权力对标的是他 他叫王明 什么葛老师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工作的时候称职务 好的 王职务 王职务是原聊宁省一把手 说一不二的那种 通缉的纪委 检察院都不敢监督 也监督不了 下面有没有人反对我呢 有 但是很少 除非他不要无啥帽 在他的带领下 全省官员拉票之风横行 为人处事之道猖獗 当有不想同流合污的清流 向王职务汇报问题时 他是这样说的 有时候从省纪委 那个叫我签字的时候 要拿拿要算归了 拿个拿要立案了 如果能够保护你 最好那个手抓 就希望大家能够软着路 一句软着路 让这些清流们那是有苦说不出 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他们有样学样 甚至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看着这群懂事的同志们 王职务不禁感叹 中国的改革开放 可以说是浩浩荡荡荡 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 其间有许多人 凭着自身的努力 或者说幸运 站在了潮头之上 人在坐天再看 同级别无法监督这位一把手 但总有人能 于是远在首都的代爹 派了调查组远赴辽宁侦查 要想把这滩水搅混的人不少 他可能有时候还会给你提供一些 误导你的一些说法 但过程并没有一帆风顺 此时的王职务早已只手遮天 调查组来来回回 也只是抓了几个小虾米 我想从正常来考虑 不会抓一个审理 只会抓一个地级室 抓一个县级室 盖子需要揭开 将能围住 把这次能够混过去 直到这位燃气公司老总浮出水面 才让事情有了进展 张总身居要职 是这些大人物 拉票选举的钱袋子 他们的结算单位都用美刀 此时此刻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像一个人 随着调查组的深入了解 发现整个省上上下架 参与人数不计其数 他们惯用的伎俩 俗称小礼物 我直接跟他谈我的想法 您找到说有个小礼物送给我 有的时候推特一下 有的时候那行 客气客气就收下 这些小礼物可一点也不小 否则怎能入这位省政法委书记的眼 礼物全是金灿灿的黄金 好几个W的购物卡 上万的腰子手机等等 套用这位女市长的话 这个袋子有点沉 俗话说 拿着手短 吃人嘴软 既然得了好处 那必定要帮忙办事 王植物对于一些大老板的无理要求 也是大开方便之门 上情下笑 下面的人看到老大如此 纷纷效仿 明目张胆的送钱送我 你问他们怕不怕 当然怕 但雪如逆水行舟 不禁则退 他们太想进步了 如果我要是不缠一点 肯定我是肯定甩掉了 我哥内心中我是不愿意 正义的铁锤中将落下 在充分掌握了以王植物为首的重要证据后 调查组重拳出击 赶掉了全省整整955个干部 实现了一波大清醒 正义的光照耀了整个大地 哪来那么多腐败分子 他这说白了 他不就是你内斗吗 我就是你内心的